可恶 竟有此事 好一个自以为是的巡抚大人 竟敢干出这种荒唐事情 只怪卑职 一时被酒色所获 九千岁 卑职任凭您处罚 大胆奴才 本座一定可以好好处罚您 你的 叔叔 厉公公已经把一切准备好了 正在门外候着 恭请叔叔返京呢 你转告他 本座这就来 什么 九千岁 您有返京 圣上龙体为和 本座为人臣子 得火速返京 沉魂赐缝 无奈东林党余孽 尚未肃卿 如真哪 本座返京之后 这江南的事 还是得交给你呀 请九千岁放心 卑职将竭尽所能 将东林党的余孽一网打尽 尽快找到顾县城官印的下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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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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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差点挠着你 天公 你看你好辛苦 最近你练武都瘦了 要这样的话 你壮叔会疼的 哎哎哎哎哎 你和我那帮的叔叔 跟我保持站距离好 好 高点 再放快 就这个距离保持住 还有啊 以后被老当了别人叫我相公相公 影响多不好 有什么影响不好的吗 早就被你身为煮成熟饭 你都把我移赴了 你要是把不承认 我把坐月楼的姐妹全叫来 让他们给我作证 哎哎哎哎哎 叫不叫我 叫什么都行 倩哥 你这样才乖嘛 来赶紧把饭吃了 不然都凉了 他陪我喂你啊 哎呀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花 哎呀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像小少爷了是不是 小少爷 小少爷 我给他做这个忘花筒 他还没来得及玩呢 其实有时候挺烦他的 他老收拾我 可现在我真想让他来烦我 相公 我听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哭了 我没哭 我就是鼻子 你到底哪 相公 要不然我们几乎哭去吧 太好了 你先哭去 我待会找你 好 相公 我要为你遮风挡雨 我真希望这首卷是绿的 这样你能少爱我一点 不行 老贼顾献成的孙子 现在正求于行宫的密室中 可是 本座急于反攻面见圣上 还来不及将他身上烙有冠印的皮给剥下来 如真 你要替本座办妥此事 九千岁 您是说姓姑的匿种果真被抓住了 当然了 我叔叔交代的事情 红颖哥哥有哪件没办成的 哪像你 那个 康总 好 叔叔早就说过了 都是自己人 以后啊 不要对潘大人再无礼了 不许可 本座明白 你刚受反贼侮辱 你心中一定愤恨难平 所以本座将故老贼的逆子交到你的手上 是希望你能够借此机会 一泄心中之恨哪 多谢九千岁 贝职一定将那印有观印图文的人皮活活剥下 即刻火速送往京城 交给九千岁 另外 你要替本座把红颖好好地看紧了 这 贝职就不明白了 叔叔 你要他看紧红颖哥哥是谁 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不明白 红颖哥哥对你的忠心吗 你对谁都可以怀疑 就是红颖哥哥不可以 傻丫头 瞧你说的 红颖是本座一手栽培成才的 我这个做爹的 怎么会怀疑自己的孩子呢 可是你刚才 明明要他把红颖哥哥给看紧了 我让如真看好红颖 那完全是为了他 所谓知子莫若父啊 红颖太容易感情用事了 而反党余孽又诡计多端 本座是担心 反贼他们会利用红颖的弱点 骗取同情 毕竟是父子一场啊 万一红颖要是一念之差 误入其处犯下了错事 那本座还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能够真的很下心来 可是 好了不说了 叔叔还有急着赶路 其实叔叔最担心的还是你啊 你不愿随叔叔回京 坚持留下来陪红颖 那叔叔也不便过多勉强 那我就不送叔叔出城了 九千岁 时辰不早了 该上路了 恭送九千岁 没有了九千岁之道护山符 叶红颖 我看还有什么人报的老女 不过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却被当成了反贼 是我这双手 把他送进虎口的 火影哥哥 有件好玩的事要告诉你 据说潘汝珍想强占罪月楼的姑娘 没想到反而被人家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这就叫恶人有恶报 你不觉得可笑吗 她的事情与我何干 但是她想强占的那个姑娘 就是上一次和你在观音庙里 私会的那个女的 我打听过了 她叫杨东晴 听她这么说 杨东晴应该平安无事了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你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你骗不了我的 是不是杨东晴的事 她与我无关 好吧好吧 那就说件与你有关的事 我叔叔匆匆忙忙地回京了 义父回京了 为什么呀 叔叔为什么回京 闹才真是与你无关呢 跟你有关的事 叔叔居然叫潘汝珍 把你看好盯紧了 还把你抓回来的那个小孩 交给了潘汝珍 什么 想想也真是可怜 虽说那孩子是反贼的余孽 但毕竟才那么大点 什么也不懂 潘汝珍这个人又是心狠手辣 那孩子落到他手里 只怕受到罪比死了还痛苦 红尹哥哥 你又去哪儿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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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啰嗦 起来 放开我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放开我 放开我 关闭不可 关闭哥哥你们放了我好不好 这么可爱你们忍心杀我吗 你们要干什么废话 哪有屁用 赵燕你给死 我讲故事给你们听 我再马上非最爱听我讲故事了 我再给你们听好吗 你喜欢讲故事吗 那你就见个言乐出去吧 救命啊 走 严手大哥 走 跪下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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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开恩啊大人 负责看守牢房的 可是你的手下 正是 人犯被劫 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 启禀大人 当时看守牢房的弟兄 居然遭杀害 所以毫无线索可查呀 你的手下玩忽直守 你身为校尉 也难逃连坐之旧 大人 大人开恩啊大人 大人 来人 绑出去 斩了 是 大人开恩啊大人 大人 大人开恩啊 人犯被劫 我正好可以将此劫狱罪名 全部嫁祸到叶弘影头上 来人 在 全城发绑 捉拿叶弘影 英雄哥哥 刚下完雨 别着凉了 你还是进来吧 离我远点 英雄哥哥 你怎么了 我叫你离我远点 越远越好 你听见没有 可是我担心你 要不然你会生病的 我用不着你担心 可我们是朋友啊 朋友就要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我不需要你的关心和帮助 因为我们不是朋友 你骗人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从来就没有救过你 你说谎 如果你没把我当成是你的朋友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是不是和马上飞一样 嫌我烦 不喜欢我了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为了你们 我已经成为一个不忠不孝之人了 英雄哥哥 别再叫我 我不想再见到你 站住 醉叶楼你回不去了 你还能去哪儿 不想回家 我家到了 我不想回家了 爺爺 距离 爺爺 距离 你现在是早上飞了 爺爺 我家怎么变成这样了 爺爺 爺爺 你在哪儿啊 爺爺 爺爺以前就是在这里 每天教我读书写字 还教我做人的道理 可是我不听话 爷爷还打我骂我 那个时候我真的好讨厌爷爷 我好想再让爷爷教我读书写字 还教我做人的道理 我一定乖乖地听话 不惹爷爷生气了 英雄哥哥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也是个孤儿了 我从来就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觉得自己可怜 你真勇敢 不 我不哭 不觉得自己可怜 并不表示我很勇敢 那是为什么 活下去 因为我很明白 一个孤儿要在这世上存活下去 就必须要比别人强 嗯 怎么回事 官府怎么会突然贴出告示 壮大虎影 不 怎么回事 都是什么 事 呀 唉 是 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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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校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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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颖 杨莲伯伯真希望你长大之后 做一个真正的中校两全之人 伯伯 我长大以后 一定会做一个 忠孝两全的人 忠孝两全 烟雄哥哥 干吗把爷爷 将我的字给撕碎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是不是跟爷爷一样 嫌我的字写得不好 所以给撕碎了 你写得很好 等等 烟雄哥哥 你别走 烟雄哥哥 等等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照顾好自己 我得走了 可是你能去哪儿呢 这不关女事 虽然我还小 但是我并不是什么都不懂 我想 你跟我一样都是孤儿 你应该没有自己的家吧 对吗 你的话太多了 留下来吧 留下来吧 我爷爷说过 家是遮风避雨的地方 无论你在外面 遇到什么事情 家才是你唯一 可以依靠的地方 这儿不是我的家 我们是朋友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是衙门通缉红颖哥哥的榜文 现在大街小校 到处张贴了捉拿一千户的通缉榜文 我和清风特意撕了一张 回来交给小姐 可恶 叔叔前脚才刚离开 这个潘汝珍 就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对付红颖哥哥 清风明月 跟我找他算账去 慢 小姐 不可莽撞行事 潘汝珍 毕竟是朝廷命官 又是九千岁的心腹亲戏 实在不宜得罪啊 是啊 小姐 有句话请恕明月 不得不跟您直说 您对叶千户有情有义 可是他对您 却毫不领情 您这么为了他值得吗 都给我住口 我不管红颖哥哥是不是领情 只要我能为他做些什么 就一定值得 我只知道 是要是让红颖哥哥不好受 我就让他活得难受 可是小姐 都别说了 你们怕得罪姓潘的 我可不怕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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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以为你是巡抚大人 我就不敢教训你 姑娘如此圣怒 下官不知错在什么地方 我问你 通缉夜红颖是怎么回事 原来姑娘是为了 本府缉拿夜红颖的事情 魏姑娘 这可是九千岁的意思 你还敢胡说八道 我叔叔千叮咛万交代 让你和我红颖哥哥齐心协力 为朝廷尽力 你却接二连三地针对我红颖哥哥 你心里还有我叔叔吗 魏姑娘 你错怪本府了 九千岁临走的时候 叮嘱在下 让我一定看好叶千户 据看守人犯的官兵回报 当时接走人犯的人 身手不凡 那很像是叶千户啊 你有什么证据 那暂时没有 既然现在是请上尾查明 你就发出通缉榜 强把罪名扣在我红颖哥哥头上 你这么做 根本就是居心叵测 存心陷害 姑娘 你千万不要冤枉了本府 再说了 本府这么做 也是为了魏姑娘您啊 为了我 简直一派无言 姑娘心念 魏姑娘和叶千户情投意合 自然牵挂叶千户的安危 无奈 这叶千户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如此一来 本府只好出此下策 张帖网门前来找人啊 找人 有你这么找的吗 什么 没见到东秦人影 对啊 我做好了饭 找你们去吃饭 结果到处找不到他 我签订名万交代的 让他凡事都跟我商量一声 可这个东秦就是不听 非要一个人去找潘汝珍那个狗在里 我天哪 潘汝珍那狗贼手下即位就不少人哪 只要是落他手里 再说了 我跟东京还爱弟 把他整得够呛 落他手里那可 那可没好下场啊 不行 我得赶紧去看看 华姨 来 怎么了 我这伤口 什么时候不能疼 变这个时候疼 华姨 你再谈现信 我去 你去 就你这十灵十不灵的三脚猫功夫 你去送死啊 我不怕 我属于那种出身肥牛不怕死 什么肥牛 牛毒 牛亲里没我这么大的徒子呀 我是说我是肥牛 不 其实我只想是说 为了朋友我可以不怕死 我知道你不怕死 但也不能让你白白去送死啊 不行 你不能去 哎呀 姑娘 先听本府把话说完嘛 那叶千户一向心高气傲 他要建了这个榜文 必定要找本府前来理论 证明他是清白的 这样一来 本府岂不是为魏姑娘 把叶千户找到了吗 不管怎么说 我要你立刻撤掉通缉榜 万万不可呀 事不相瞒 本府已查明了 叶千户和杨莲的女儿 杨东晴 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而且小的时候 他们俩就已经定下了婚约 如果不及时找到叶千户 难道魏姑娘就不怕 叶千户与杨东晴 远走高飞吗 这是我的事情 用不着你替我操心 姑娘 话可不能这么说 九千岁将你许配给了叶千户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假如叶千户 真是对你始乱终气了 即便姑娘不在乎 那你也要为老人家想想 九千岁的脸面往哪儿放啊 我 这样吧 不如让本府帮你一把 帮我 你如何帮我 本府知道叶千户 向来不轻易相信任何人 唯一相信的就是姑娘姨姨 所以本府猜想 也许叶千户会主动找你联络 一旦有她的消息 请姑娘务必告诉本府 我保证一定要让叶千户对您 死心塌地绝无二心 真的 下官用向上人头担保 那你告诉我 你准备怎么做 下官已经有了妙计安排 就先姑娘放心吧 好 那我暂且信你一次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来人 大人 把那个欣慰的丫头给我牢牢看紧喽 一旦发现叶红颖跟她见面 马上汇报 是 美方宗 我放了你这条长线 就不信叶红颖这条大鱼 还不上钩 师娘 你就再给我一次报恩的机会吧 小时候 我们家闹飞荒 我爹我娘都乐死在街头 要不是老太爷看见我 把我收留了 我也肯定惨死在街头 这大鞍大鞍我若是不报 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还有 就是 东青宫娘 对我那么好 我是个下人 从来不把我当下人 把我当朋友一样对待 现在朋友有难了 我要是不去帮忙 那我以后还怎么当朋友 行了 你别说了 师娘 我求你了 我给你跪下了 我给你磕头 要不然 师 师娘 你要我怎么着都行 我求你了 好 拿去 放在身上 以防万一 你千万记住 你看苗头不对 打不过人家 千万不要逞强 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小命 师娘 这些交给我 你就不用放心了 不是 放心吧 我不在家 好好保护自己 你 一无所获 是 大大人 酒囊饭贷 废物 大人 大人息怒 我问你 无锡城究竟有多大 他叶红颖三头六臂啊 他带着顾县城的孙子 跑哪儿去 是红颖带走的人员 那他们人在哪儿 你们这帮废物 大人息怒 被执意家派人马 查找反贼去处 你给我找去 快给我找 是 站住 大人 你给我听清楚了 在院楼那几个女子 从你们的眼皮子底下 逃得无影无踪啊 啊 干什么吃的 你就是给我放个底朝天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回来 找不到 狗贼 你痴心妄想 站住 有刺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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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我 寻找我 追 追 追 那边 那边 快跑 快 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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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冬情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 拿命来 我来啦 不想 不想啊 太失败了 只能知道我的力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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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下来 你怎么来了 神明天要来救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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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桩没用的东西 今天化热的让两个人都跑了吧 怎么样马尚飞 没事吧 没大事 马尚飞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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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人员应该来过这儿 好像是 人在哪儿呢 我刚才听你说 夜宫里那狗贼把他带走了 我就担心他会不会 别胡说 这事情没搞清楚 别自己吓自己 不是我吓你 那个狗贼杀的手动我见过 心黑手狠 这小少爷在他手里 真要个三长两短 老太爷说过 他做鬼都不会放过我 我求你快点想办法 赶紧找到小少爷 我也正急着找人员呢 你再想一想 你还带人员去过什么地方 除了醉月楼 我没带他去过什么地方 不可能是醉月楼 这夜宫影在搞什么呀 好好的怎么被官府通缉 他能把人员带哪儿去啊 潘若贞胆子可真不小 居然敢到处张贴榜文 通缉捉拿我 不对 一定是杀玉族 救小孩的事情被他发现了 爷爷 我想你啊爷爷 爷爷我好想你啊 爷爷 这么大点的孩子 就承受了太多的胜离死云 真是造话弄人 不 这孩子 是反贼于孽 我不能为了他 背叛义父 背叛朝廷 从此蒙受不白之冤 这孩子 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是 好冷 好冷啊 好冷 好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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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湛天于门下的 第一个徒弟 以后你要叫我师父 师父 什么是师父 不要问那么多了 现在我还要告诉你 要牢牢记住 你爹叫叶古红 是个顶天立地的真英雄 既然我爹是英雄 那那些人 为什么要杀我爹 世间 很多事 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你长大就会明白了 现在你要忘掉过去 记住 你现在的名字叫叶红尹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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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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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花姨 是不是上次标的毒没刮干净啊 要真是没把毒刮干净 我现在早就去阎王殿重开最远楼了 还能窝在这个小屋子里啊 放心吧 这只是伤口化了 农没有处理好 别大惊小怪的 花姨 伤口化农怎么是大惊小怪呢 怎么穿这么严实 花姨 你怎么这么快就把药给化好了 你看 我什么都没看见 看 看什么呀 不好意思啊 你想看什么呀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狗肚子里什么滑滑肠子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 别别别 留着留着 留着以后还继续看你呢 你 阿姨 你别生气 别生气 爹 你走 这啥也没看见 以后我早点来 你们也走吧 走吧 可是 行了 都走吧 我也想休息一会儿了 是 花姨 花姨 你赶快把衣服脱了 让我看看 别别别 别别 别啊 千万别动啊 我现在只是皮肉伤 让你一照料 很快我就会伤筋动骨的 有那么夸张吗 你才知道啊 就你那身蛮力啊 让你这么轻轻一碰啊 什么意外都可能会发生的 我不是说你啊 你怎么跟你爹一样 一见到人家就想脱人家的衣服啊 花姨 我可跟我爹不是一个德行啊 再说了 大家都是江湖儿女 在乎那么多礼数干嘛呀 你赶紧脱了让我看看 一会儿我好给你买药去 什么 你去买药 被那些官兵发现了怎么办啊 你这个人这么喳喳呼呼的 花姨 你真把我当外人了 我相公说了 你是他的师娘 那么你就是我的师娘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再说了 我早就把你点我穴的事给忘了 忘还提呀 起来喝碗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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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起来 粥凉了 糟了 哎呀 大家都是一家人了嘛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再说了 你这个小伤 要是不及时医治的话 将来就会变成大祸的 你放心吧 你既然叫我师娘 那我就更得说你了 你怎么光长力气不长脑子啊 你也不想想这多危险啊 既然叫我师娘 既然叫我师娘 就得听我的 不准去 我怎么就不能去呢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忘了 当初你跑到大街上 要死要活的找那些官兵 让他们放了你的项目 结果要不是我及时拔刀相救 你早就被拉进大牢关起来了 嘿嘿嘿 哎呀 花姨 你怎么说这事我就给忘了 你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多伤心 我看着杨大人 我还是把他当成我相公了 我在那儿哭得昏天黑地的 我就想啊 我相公他怎么死得那么惨啊 我这个心里面难受的呀 哎 所以呀 官府那些狗贼肯定认得你 嗯 你要是这样走出去被发现了 我保证 那些官兵啊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会怕你拉进大牢 然后用尽各种酷刑 想尽各种方法折磨你到死为止 就算你说破了嘴皮子求饶了 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 哎 哎 花姨再把你给糟蹋了 那你还怎么给你相公传宗接待呀 啊 啊 那可不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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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不关于再大的危险 我都非去不可 这 这 你脑子进水了 明知道有危险 你还非去不可啊 黄阿姨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相公 他可是自卫楼里面 最富有穿奇色彩 最具有魅力 最英俊 最潇洒 最有性格的闺奴 那些官兵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而且昨天他一直没回来 他不会遇上什么危险了吧 什么 马上飞还没有回来 对啊 那东晴呢 也没回来呀 糟了 这人愿下落不明 都已经够让我心烦的了 现在马上飞跟东晴又不知道哪儿去了 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 嗯 百里香可取热解毒 但是少了羊肝菊和菩提花 就无法治愈那孩子的病 这满山遍野 为什么就找不到这两位草药了 华姨她肯定喜欢花 我捧了这么大一树鲜花 像她旧亲 她一定会高兴得心花怒放 一口答应我的 师父 师父 哎呀 师父 师父 我终于找到你了师父 又是你啊 当然是我了 你的宝贝托儿人 我跟你说 师父 你托儿找你找得好苦啊 你敢想死我了 师父 你是上山采花的吗 我没了先情一致 百里香 师父 你采草药啊 你懂得草药 哎 那当然了 你托儿我是在这山里长大的呀 我从小啊 不管是磕磕碰碰 还是伤风中暑 我都是自己采了草药 然后把自己给治好的 嘿嘿 这么说你也懂药理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师父 你托儿我在药理方面的天分 那是高得很 哎呀 哎呀 只是我这千里马呀 我没有碰到伯乐呀 那你告诉我 在什么地方可以采到羊肝菊和菩提花 哦 你是想采那个羊肝菊和菩提花呀 哎呀 哎呀 这个 那恐怕你要等到明年秋天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是羊肝菊和菩提花生产的季节呀 就缺这两种草药了 哎 师父 你不用担心 虽然这山里呀 找不到这两味药 但是托儿我知道 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羊肝菊和菩提花 在哪里 快说 草药铺啊 师父 嘿嘿 我跟你说啊 那些卖草药的 他头年把这个新鲜的草药采回家 晒干以后做成了药 他那里肯定有存货 官府提了榜文通缉我 现在我不能上街去买药 不不 师父 你想什么呢 你到草药铺去 买点羊肝菊和菩提花回来 不是 师父 你我跟你说 记住了 买好以后到东林书院找我 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好 你徒儿嘴挤得很 师父 说我的话去办 哎 师父 哎呀 怎么又飞了你 你不会走路吗你 喂 师父 我只想告诉你 坐月楼的人 都让我给接到黑风堂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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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幸好师父对我这个宝贝徒儿 一向出手大方 给了我这么多银子 哎 包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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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画的不是我师父吗 哎呦 我师父画的真帅啊 哈哈哈哈 不是 这人你认识啊 当然认识 我不但认识 我们还青铜父子 受得不得了 嗯 他 是你干儿子啊 我是他干儿子 不是 我是他徒弟 他是我师父 跟他ót吗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